你打哪一天啊 两三天啊 我三天半天要去啊 你干呀一天天这么大吧 慢点快点 没得是 现在老油警告 现在老狗油 没得认识没得是啊 你啥事啊 在三天半天早上 哪说没得是 我要你坐着坐着我上那儿喝了 把小二删凉了我现在看见都没回来 盖上锅也接不接了啊 那么忙的 你忙的过来再来 你忙的过来经常是忙的 没事忙的过来 昨天晚上你去打麻将 你说了打一个小时 完了之后你说打到十二点 结果你今天早上把我点贴到家的 五点钟 五点钟 七点钟我去 我还没睡我跟你说 要不睡 你还没你人都还没回来 我昨天晚上我一个晚上我都没睡 你还不睡啊 我等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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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我打酒了嘛 就不打小巴拿出来 打头眼 我跟你说 你打麻将可以打 但是 以后如果说 在说好的时间内没有回来 或者是你在外面打通宵 我打的好久开打 我十一点钟还是开打 你啥子哪也是哪 如果是你十一点钟才开打的话 那你就不应该打了 你想嘛 都是几个朋友的鞋 那肯定是朋友啊 难不成你还要跑到麻将馆去 跟随便人跟莫子能坐在一起打吗 那别个行的 喊你那个就是内心嘛 那为什么我每次喊你的时候 啥子都不行啊 别人喊你一声就行了 所以说每一次我们吵架的时候 或者是闹别扭的时候 就是我们两个人在那里想我 有时候我们吵架了两个老的 可能看到来说 第一个觉得莫名其妙的 不知道我们吵什么 但是一直下来 我也觉得来说我改变了很多 大可以大 我把酒了嘛 你大 一两点钟啊 可以的 打个同意啊 一两点钟还招吗 但是不准打 哎呀不说 不打 大麻将 真哪有钱啊 大麻将只有打一不打得去呗 跟你说 那打一辈子的麻将 没多少钱赢到的 只有输出钱啊 你看到今天赢了 一个月费 千二八百块钱 当时在这身上客气大 整个几天又输出钱 一辈子都没赢到钱 有点长鱼都不是肚 要想起 那个叫肚 如果是一辈子都这样下去 那怎么样 我们自己家里面就有一个很经典的 妈妈喜欢打牌 爸爸反对打牌 每一次 他们妈妈去打牌回来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就闹架 说气实在的 你说我看起来是什么感觉 他们老了 吵了一辈子了 难不成我们两个也这样子吗 我没得下手吗 我没得下手吗 你回来了几天了 你三次了都已经出去打东西了 你还想怎么样 难不成天天出去吗 所以说有时候看到的时候 我也怕知道吗 怕什么 怕以后难道来说 我们以后也像爸妈这样子 老了我们两个也这样子吗 我没得下手吗 没得分成了 反正你觉得来说 每次都觉得你做的是对的 不然跟你说了 有时候我想要跟你说的话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去表达 不知道怎么去跟你说 哎呀 啥子靠子 多人自觉 要相信 那个人 你想我把那个关了 你管他 把他关你 那是关不大了 是靠自己自觉 所以说我在这里我也说了 如果说改变不了你 那我就改变我自己 如果我们一直这样子下去 这种日子 三天两头的这些小草 每次都是因为同样的事情去草 那我觉得来说 这种日子是很难过的 因为过日子都是过一辈子 不是过一个月 过一天 过一年 等到以后小孩子长大了吗 现在的小儿还没开始祖祖嘛 祖祖了 还要闹过去 五个月能去 我还是 我的 我的水好多了 从来没 你回来了这么久 你就觉得你这几天睡不好了 那我呢 我从可以说从孕晚清开始 我没有睡过一天好觉 真的 有时候爸爸他们去赶场了 我才刚开始睡觉 知道吗 我睡觉去了 只要睡半个小时 或是一个小时 小孩子又起来了 特别是这个小儿子 如果弄到孕晚的时候睡的话 根本一晚上睡 一两个小时 你是根本睡着了 我带着小孩子 根本就没有好过去睡 是吧 实在不行的话 你就自己带 你带一个月看一下 你带着睡 我带不 带不到 哪个不是这样子的 做父母的 不是这样过来的吗 难道我天生就会带 她要不要我带妈 她要不要我带妈 当我带的时候 她找妈妈的话 要 看到你跑个太太苦了 我现在跟你说 这个我也不是怪 你知道吗 我都说了 从今天开始 以前既往不咎 我希望你可以去改变 今天说话是很真正在跟你说 不是只是跟你像平常那样子 平常来说 从来没有去说过这个 都是当时来说 扯两句就算了 过后了之后 我感觉来说 你觉得没什么事 但是我自己心里面 我一直都是累积在这里的 知道吗 有啥子累积的呀 因为我等着鱼子 知道你说 有啥子都要说出来 你说 我是不是跟你说了吗 那你改了吗 我打的好多吗 你问 那你说一下 怎么样才算多 你要像别狗 天天走的狗 你想想看 你想我回来的时候 有几时去打个吗 我没去打的时候 没跟你说吗 而且你还说跟你去吧 我是同意你去呀 是不是 有时候来说 或者是特别重要的时候 或者是突出情况的时候 你去 但是你去的时间 能一样吗 就像昨天那样子 好我同意你去了 你说你打到12点 然后呢 我每一次答应到你那个点的时候 我是不是回来 我从来没说过你什么 是不是 但是你要想一下 今天早上7点钟 你还没到家 你想一下我怎么感觉 我不说叫你差一点 需要点到家嘛 你迟半个小时 或是一个小时 我也算了是不是 难受一点 你跟没有朋友 是 但是我 我结果分了 我去小时 我带小时 我就不得去 淋浮下去了 我跟你说 一个真正的朋友 他是能够为你换位思考的 是不是 而不是一直拉着你 在那里玩 你明知道 他你朋友的老婆 他已经在生气了 或者他已经不高兴了 他还死命的 把你拉在这个桌子上面去 我跟你说 桌子个不一样 跟那货差不一样 你知道吗 那牌桌上不一样 你像我每次跟他们去打牌 你说有外人吗 都没有外人吗 全是这个堂哥 那样表哥这些 就是嘛 你就是家里面这几个人 对呀 你每一天都可以去打 像你这么说的话 怎么样才算有失 什么像有失啊 你打牌了 你还 你打牌了 那些人性质高 要不就是什么嘛 牌性质高呢 烧烤啊 唱歌啊 打牌啊这些 那你坐上去的时候 你们不都是定好点了吗 就是打到几点了 不管谁赢谁输 倒点砂锅 打一场 我们这里就说 你们说叫时间吧 就说打一场 大概的时间要有嘛 有啥东西去的 反正就是委屈 嗯 跟你说为什么委屈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这个四川有个风序 你说大麻烈是大麻烈的 喝茶喝茶 做官司做官司 你看吧 不是个四川的风序 哪一个地方都有打牌的 知道吗 包括我们广西一样有打麻将的 只是打法不一样而已 他只要不是四肚如命的 知道吗 都没事 不要整天想着在牌桌上去那种 不想去挣钱 想说牌桌上去捞 那就是不务正业 你偶尔和朋友打一下这个的话 就没事 我不知道你怎么去定义这个啊 但是我觉得你老是这样子的话 我就不能接受 我就是这样定义的 本来小孩子都不舒服 你不想睡觉吗 我想睡啊 你来带小孩吗 我睡 都很不得有个人帮我带着小孩 让我睡 睡个完完整整的 一整夜的觉呢 大伯爷你现在要钱 要往上钱 还要我钱 要钱 然后又是来到一股仙 那一国是爱好 爱好每个人都有啊 爱好每个人都有啊 我没有爱好吗 那你知道我的爱好什么吗 我来的这里这么多年 我有提过爱好这个字吗 但是我没有吗 你还要刷嘴的爱好 麻将本身没有做打麻将也没有错 爱好更没有错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爱好 影响到家庭和谐 那我觉得来说 你就好好考虑一下了 一个家庭的核心 是家和万事兴 一个结了婚的人 是以家庭为主 而不是个人 如果说每个人都只管 自己兴趣爱好的话 那我想问一下 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 真的符合我们的兴趣爱好吗 一个家庭里面主打的是 家和万事兴知道吗 不是单从一个人的角度 上去出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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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